如果你卡里突然多出300万现金 你会不会像他一样 回到公司拿起键盘 走向自己的领导 或者欺负自己的同事 然后抽他 你别看小帅现在这么硬核 在前一天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屌丝 干着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 银行卡里取不出10块钱 虽然有个女友 但跟自己的同事搞在一起 心里虽然清楚 但也敢怒不敢言 直到在超市遇到这个大美女 只用了短短6个礼拜的时间 就将小帅从普通人 转变成顶尖杀手 美女叫阿花 上来就说小帅爸爸死了 一下给小帅整糊涂了 咋嘛三 还没等小帅说话 美女突然掏出手枪 把小帅拽到身后直接开枪 一个杀手几乎同时开枪 两个子弹碰撞在一起 瞬间超市变战场 小帅哪见过这场面 还是赶紧走为上策 没跑一会儿 杀手也从后面追来 但阿花的操作点直神乎体积 一个神龙白尾就这么把小帅装进车内 但杀手还是紧追不舍 在后面连开竖枪 阿花也不客气 打碎玻璃拿着枪爬出去 跟他对着干 突然一辆公交挡住杀手视线 杀手枪一甩 直接打出两发拐弯的子弹 子弹正中阿花车子的轮胎 失控的同时前方也出现佛波罗围堵 阿花赶紧爬回车内 扎大油门一个侧挑 车子突然凌空飞起 一招乌鸦坐飞机 落在对面公交车上 直接干翻公交车顺利逃走 小帅也终于扛不住晕了过去 小帅被阿花带到一个纺织工厂 一个老黑走过来话都不说 直接递给小帅一把枪 要求小帅开枪打掉苍蝇的翅膀 小帅已经傻眼了 你这老头莫非是忘记吃药了 但小帅突然感觉后脑勺一凉 出三省 你要是不开枪我就开枪 无奈小帅只能拿过手枪 在性命的威胁下 突然小帅心跳加速 苍蝇就像被放慢了十倍 主刀三的同时小帅也跟着开枪 子弹准确无误的打在翅膀上 小帅看着手里的苍蝇 翅膀虽然掉了但还活着 给自己都惊呆了 此时老黑也开始告诉小帅 这里叫兄弟会 是个杀手组织 你父亲是这里的顶尖杀手 但前几天被一个叫红十字的人杀了 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天生的杀手 希望你加入兄弟会 为你父亲报仇 而你父亲生前的财产 已经全部达到你名下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天 一下经历这么多 让小帅有点受不了 所以还是赶紧先离开这里 人们有时候就是这样 突然发生太多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 就会先睡一觉 醒来会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 小帅也这样 可当自己身上的手枪掉下时 他才肯承认这不是梦 一切都是真的 他赶忙藏起手枪 然后找了一处提款机 开始查询自己的账户余额 这一查 我这个乖乖 原本没有一毛钱的账户 此时多出了三百多万money 这下对老黑是完全相信了 怎么办呢 先回公司让自己好好出口气些 先对着老板说出一句心理话 然后转身拿起键盘 朝这个人走去 这人表面跟小帅称兄道弟 暗地里跟小帅的女友没完没了 一个字 痛快 别看小帅这么硬核 前一天还是个屌丝 只是突然得知自己老爸 是个顶尖杀手 自己卡里还多出三百多万money 才敢这么飘 但这些可都不是白给的 这不刚出来 阿花就已经去车在公司门口等候 小帅也不磨叽 直接上车跟阿花走 来到兄弟会 老黑已经为他安排好训练他的师父 帮他练扛奏的师父 修理工 每天任务就是揍小帅 教他刀法的杀猪佬 虽然是杀猪的 但是一手刀法使得出神入化 训练的时候也是毫不客气 刀刀刀肉 第一天训练才过一半 小帅已经半残晕死过去 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 全身被蜡包裹 原来这是兄弟会的特殊药语 什么枪伤刀伤骨折的 只要没死 在这里泡上几个小时就能完全康复 最后一项训练的便是枪法了 但不是普通的枪法 是可以让子弹拐弯的枪法 小帅觉得这不太可能 老黑上来就说了 其实很简单 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开枪的时候手甩一下就行 不信你看 老黑手腕一甩同时开枪 子弹拐弯 越过死猪正中靶心 就这样 小帅每天重复着一样的事情 被打残然后被治好 但不到六个礼拜 小帅在其他训练上就已经过关 只有枪法这一块一直过不去 但这一次阿华想出一个办法 让自己站在猪的面前 让小帅开枪 你要是不能让子弹拐弯 我就得死 虽然压力很大 但还是选择开枪 果然有压力才有动力 小帅最终还是完成了枪法训练 正式成为一个顶尖杀手 老黑也开始正式向小帅介绍兄弟会 原来兄弟会早在千年前就成立 千年前 一群织布工在这织物上 发现一种神秘语言 这些语言通过破解 编造起来就成了一个人的名字 织布工认为这个人是被命运安排 要接受死亡的人 因此便成立兄弟会 将这些人列为刺杀目标 而兄弟会的人 也只能杀名字出现的人 老黑边说边解密 没一会小帅的第一个任务就出来了 小帅纳闷了 我不是来杀红十字的吗 老黑也只是告诉他别着急 慢慢来 小帅无奈只能接下任务 但小帅始终无法接受 只凭一个名字 也不知道对方是恶还是善 就必须将这个人杀死 简直太离谱 果然 第一次执行任务以失败告终 小帅最终还是没能开出枪 回到兄弟会 阿花跟小帅说了自己的经历 以前有个人的名字出现 兄弟会的人把这个人放走了 没过多久 阿花的全家就被这个人杀害 并告诉小帅 你杀一个人也许可以拯救一千个人 虽然若有所思 但第二次执行任务 小帅没有半点犹豫 手拥力一甩同时开枪 正中心脏 这不 斩草要除根 这时杀父除人已经找到小帅 小帅发现后优先开枪 杀手也不慌 直接用子弹当子弹 最后立即逃跑 小帅也直接追了上去 但这一追 不但没追到杀手 还把赶来帮忙的同伴误认为杀手 开枪误杀 自己也中了杀手一枪 虽然自己有药育质量 但这同伴是救不活了 这次老黑说什么也不愿意了 小帅非报仇不可 也终于如愿以偿 拿到了红十字的名单 小帅在一辆火车上 找到了红十字 两人几乎同一时间开枪 两颗子弹碰撞在一起 这是一个女人受到惊吓跑了起来 小帅甩手打出拐弯的子弹 但红十字也几乎同时打出来 两颗子弹再次碰撞 这是一个乘务员突然拉下硬体手杀 火车瞬间急停 导致火车尾部失去平衡甩出轨道 顿时整俩火车有一半脱离铁轨 重重砸在悬崖边上 小帅这一截正好脱落掉下悬崖 自己悬挂在半空中 就在快要掉落的瞬间 一双手抓住了小帅 没想到是红十字 小帅有点不明所以的看着红十字 还是选择开枪打中他的心脏 红十字在倒地瞬间 偏见最后一点力气将小帅救上去 接下来意外的事情发生 红十字顶着最后一口气告诉小帅 老黑说的话都是在骗你的 我才是你爸爸 小帅想追问到底 但红十字已经驾鹤西去 此时阿花才慢悠悠的出现在小帅身后 告诉小帅红十字说的是真话 而你的名字也出现在织布上了 小帅一听瞬间明白自己被骗了 没等阿花开枪 就打碎火车玻璃 两人顺着悬崖掉落 相后掉在了水里 当小帅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又来到一处陌生的房子 而对面居然就是自己住的地方 原来是这个老头救了自己 他把所有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小帅 原来老黑有一次发泄 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织布上 怎么办呢 谁都不想死对吧 于是老黑私自修改了刺杀名单 从此一不做二不休 折尽利用织布机牟利 而自己父亲知道后脱离兄弟会 一直在找机会暗杀老黑 父亲过于厉害 老黑和兄弟会的成员根本无法对付 于是就想到了培养小帅 让父子俩相互残杀 父亲一直以来也没离开过小帅 一直住在对面默默关注他 之所以不出现 只是碍于杀手的身份 不想把小帅卷入这些事实非非 一直以来追着小帅不放 也是想把真相告诉小帅 但一直受到兄弟会的阻拦 还让小帅误以为父亲是想弄死他 最终还是让老黑得逞了 可惜老黑的计划还是出了纰漏 没能弄死小帅 也知道小帅会回来报仇 一卡车老鼠 用卡车冲破大门 把老鼠全部放到织布厂里 鼠群瞬间蔓延整个工厂 而仔细一看 每一只老鼠身上都绑着小型炸弹 接着整个工厂接连爆炸 还没开战兄弟会就已经死伤过半 小帅也趁机冲了进去 打了兄弟会一个措手不及 就连曾经的师父也是毫不留情 显然一般的卡拉米都不是小帅的对手 没一会就杀到了内部找到老黑 但老黑也是早有准备 真正的高手都在这里等着小帅 小帅将老黑自己的名字出现 包括他伪造名单的事情都说出来 所有人都有点惊恶 老黑此时也拿出一大碟名单 挨个慢慢发 原来在场所有人都已经在名单上出现过 发完名单老黑直接问了 你们是要跟着我干还是自己吞枪 自己看着办吧 小帅此时也觉得自己死定了 阿花却微笑着看着小帅 突然手枪一摔打出一枪 子弹围着房间转圈 穿过一个又一个人的脑袋 可能是自己经历的原因 阿花一直坚守这个信念 选择解决名单上所有人 包括自己 等小帅捡起枪阿花已经倒地 在追出去的时候 老黑也已经逃跑 去到取款机一查 账户里的钱也是一分不赦 得 自己又变回穷屌丝了 画面一转 小帅出现在原来的公司上班 老黑也敲人出现在身后 可老黑怎么也想不到 真正的小帅正在远处拿枪架着他 等到六个礼拜 小帅从屌丝变成一个顶钱杀手 如果你想改变自己 你认为你需要多长时间呢